好 閃電 民眾開車準備要上交流道前方 道路已經嚴重積水 車輛紛紛減速 這個太深了 所以他不敢走 我的車可能會一雕 真的嗎 那怎麼辦 開到一半發現不對勁的 趕緊轉到路邊的加油站 這一次南投足山正吉山路 通往國道3號的路上 小三點左右降下大雷雨 於是又快又急 整條馬路不但變成了小河流 水深 最深位置 都快要到膝蓋了 而在草屯 這間土地公廟更慘了 因為大雨淹到廟裡頭 不但神桌都被雨水包圍 廟宮無路可去 只能坐在桌子上等水退 氣象局在午後 針對彰化南投漁林嘉義台 台南發布大雷雨即時訊息 而新竹以南的十三縣市 也有發布大雨特報 台中市區同樣狂風暴雨 還不斷的閃電雷鳴 天啊 他整個摩托進在裡面 台灣大道的金曼車道 更因為長下坡 幾乎變成了水上樂園的滑水道 機車族變成水上摩托車 還有騎士不堪大水沖刷 摔倒在路中間 另外在嘉義市 還有汽車展示中心遭到雷擊 磁磚噴飛到馬路對面 讓店家嚇了一大跳 我們就回頭 對 我們就看就是 東西掉了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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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陸中間 TVBS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